从槟城飞到新加坡 再从新加坡飞往青迈 九天的跨国之旅终于来到曼谷 在这里我要呼吁大家 记得要按个订阅 开启小铃铛 追踪我的频道 好啦 四天三夜的曼谷之旅 就从这一集开始啦 Let's go 在青迈逗留了三天后 终于要飞往曼谷啦 从青迈飞往曼谷 大约只需一个小时半 这一次我搭的是太行 我预先在克路旅游平台 订了两株车 11人车大约只需麻痹 135令吉左右 实际上只能进8人和8个行李箱 他入这个曼谷让我很想大喊 我回来啦 这一次回到曼谷 我依然选择住在西隆区 这一区啥都有 确实很方便 在曼谷的三个晚上 我入住在乐翔酒店 他住在西隆 Complex的附近 所以也很靠近捷运站 现在直接简单 粗暴的开箱 我的房间给你们看 房间的空间还算标准 是张双人床 房内该提供的设备都很齐全 打开玻璃窗 窗外的景色确实没什么特别 但采光相当的充足 浴室方面虽然简单 但很齐全 重要的是干净而且卫生 我个人是相当满意的 在房里放下行李后 我们就出门到西隆 Complex 享用我们在曼谷的第一餐 Ros Neum是我在曼谷最爱的其中一家餐厅 它有几家的分店 有兴趣的可以上网去查询 这里提供的都是些泰国传统美食 值得推荐的有泰式猪脚 泰式螃蟹炒单 东阳贡等等的美食 而且价格也不会很贵 吃过了午餐 我们到西隆 Complex隔壁新开的 Foodland Supermarket逛逛 哇老诶 这家超市非常够力 全年无休24小时营业 在这里有许多进口的食品和泰国商品 重要的是有非常多的零食 半夜睡不着还可以到Foodgott去用餐哦 是不是很厉害咧 走走走我们一起去逛逛吧 现在呢我已经抵达曼谷了 我现在这个地方是在西隆 对的我又回来西隆了 每一次我来这个曼谷呢 我都会住在西隆这一带的 因为第一已经熟悉了这一带 然后第二这一带呢 我觉得会比较方便 那现在呢我们要去夜市哦 因为现在已经是晚上的 六点半了 旁晚六点半 这个夜市呢是目前为止啦 如果没有错的话 它应该是曼谷最新的夜市 也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夜市 它是叫做Jotify Nera什么什么什么的 我不知道怎么念 但是你们可以看字幕啦 然后这个夜市呢是在清仙 一个叫做也不知道什么 什么Yotin24的那个地方 看字幕 OK So let's go 今晚的中头戏是要去曼谷2023 最新的Jotify Nera Midnight Market 也就是曼谷神奇之地夜市 同时搭的PTS捷运也是 Supco Midline最新开通的 PAS Hot Yotin24 PAS Hot Yotin24 然后呢 现在我们要去的这个地方是Jotify 跟着指示走呢就绝对不会错了 这一张是我刚刚Renew的Rabbit Card Touch Go Out OK 从刚才的那一个 不知道怎么念的那一个地铁站出来呢 你跟着指示呢 就可以走到这个Jotify夜市 是要大约要走几分钟的路程啦 但是呢 好处就是你不用走在这个马路上 OK 这是他们的BTS上面呢 是有那个人形的天桥的 是很长的一条天桥哦 如果我没错的话 这个地方呢 曾经是过荒废的主题乐园 如今它被赋予了新的生命 乐园里被保留下来的城堡 也成为了这个夜市最夯的打卡点 因此就有了这一个神奇之地的名称啦 OK 这个城堡呢 你是可以走上来 然后呢给你拍照的 然后你就可以看到这个夜市的这个风景 到底是怎样的啦 所以说如果你喜欢拍照打卡的话呢 这个地方呢 应该会适合你来 同时如果你也喜欢走夜市的话呢 这个夜市也适合你来 因为这个夜市非常的大 然后就很多东西吃很多东西卖 所以现在我们走过去夜市看看有什么东西吃啦 这个夜市据说有超过一千多个档口 是泰国最大的夜市 是不是真的我不懂啦 但真的好大 在这里呢有各种各样的美食和小吃 也分为好几个区域 是泰国目前最夯最受年轻人欢迎的夜市 OK其实这里的这个夜市呢 如果你想要吃什么火山 排骨的话呢 它很多档都有火山排骨 到底哪一档好吃呢 不知道啦 你就看了 你觉得你 夹你的话呢 你就叫啦 就坐下来啦 今天是星期一 所以人潮不多 可以任你选 任你走 任你逛 任你吃 如果是周末的话 应该这里满满的人潮了 所以星期一来呢 我是觉得是最好的 我选了这家 看起来比较多人用餐的档口 点了份香叶炒酥肉 火山排骨 和东亚妈妈面 我只能说香叶炒酥肉呢 非常香非常入味 东亚妈妈面呢 也很可口 绝对不会输 这一段时间里呢 泰国的火山排骨非常夯 而我是冲着它而来的 我们只点了小份的排骨 因此呢 并没有叠高高 像做山的造型 但味道呢 绝对火辣 且令人冒汗 爱吃辣的 吃它就对了 这是第一次吃这个火山排骨 还没有吃之前呢 它飘来的那个味道很香 然后呢 让我立刻感觉上 会流汗的感觉哦 那到底它是不是这样辣呢 它不会很辣 但是呢 它还是酸酸的 酸辣酸辣这样子了 但是不会想象中那么辣 然后呢 有点像我们喝的这个 比较白东腰的味道这样子 不错不错 好喝 然后呢 这个是它的排骨上面的肉 它煮的不会太软 所以说你还是可以咬到东西的 它不会说在这里面化开 辣椒筋 辣椒筋 欧龙 好喝 OK 已经吃完了 我是觉得不是 对我来说不是太辣啦 但是其他人吃了过后呢 觉得好辣 特别是你停了下来过后 那个辣度呢 就不断的不断的在升 升温了 但是我觉得还可以 我竟然还可以接受这里的辣度哦 我觉得还好 食物呢 的确是很好吃 就是值得推荐给大家哦 我拍一下它前面的这个 招牌给大家看看 拜拜 OK 我拍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这一间 就是你一进来 你看到那个Castel OK Castel 然后呢 就是在它的这个地方 就是这一间 火山排骨呢 是真的很好吃哦 其他家我不知道啦 因为我第一次吃 这一个火山排骨 就很满意了 然后其他的食物呢 味道也很浓郁 也很够味 真的好吃哦 看到这里 这一集就到尾声了 你都已经看到这里了 还不赶快给我按个订阅 开启小铃铛 当然还要给我一个赞 和分享出去咯 明天我会到曼谷的百年老区 而且还是个小众景点 大辣乌 约定你回来看影片咯 约定你回来看影片咯